我国同上海正在扩大合作 将数码经济列为主要合作领域之一 两国政府机构和企业将加换数码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最新的监管信息 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 文化社区节青年部长兼律政部长第二部长唐振辉 在会议上指出 两地在五个关键合作领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包括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服务科技与创新城市监管和人文交流 唐振辉也希望更多本地企业能借助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经验 创造新的绿色方案为上海的绿色转型做出贡献 我国和上海的双向贸易额去年取得7.8%的增长